今年3月9号 我国用长征三号引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54颗北斗导航卫星 在这次任务中 火箭助推器首次验证了基于降落伞的落区控制技术 昨天研制人员最新披露了助推器在空中开伞和精准落地的 这种坠落是不受控的 会对落区周边居民的安全造成影响 这也是火箭发射任务中的一个难题 而在此次任务中 研制人员给火箭的一个助推器上安装了多个降落伞 在坠落过程中先后展开 成功控制了助推器坠落时的姿态和方向 我们的落区范围 助推的落区范围大概是30乘90是2700平方千米 通过一伞来控制到落到 将有一到两次的搭载试验 同时还将使用更大面积的一伞 来进一步加强对落点的精度控制